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朝鲜全部一网打击 对 为什么美国非常重视芬太尼这件事 因为他们认为是中国对美国低价请销芬太尼 你要打另类的鸦片战争 你要这样来毒害美国 所以中美之间现在有一场毒品战争 对 那为什么对美国来说很重要 保险那过去一年的时间里面 美国死亡人数的意外死亡人数 第一名就是因为西石芬太尼过量 而且现在美国出估计了 西石这个芬太尼大概有上千万人左右 上千万 那会是这么样的状况吗 你现在去美国的二线的这个州里面 二线城市里面 你会发现到很多人在路上行走的时候 你会觉得他很像僵尸 他就这样一直这样 而且很多人就意外死在车上 这个就是这个方面 你想他们在演戏吗 还是他们在玩游戏 不是 保险 他们就是吸了这个芬太尼之后 吸死到最后 因为芬太尼它原本是一种 强力的这个镇静剂跟安眠药 但是因为它的价格很低 那价格很低你会上瘾 你吸几次之后你就会上瘾 那上瘾之后你就无法自拔 无法自拔之后 因为你吸死之后 你就会好像一直都在 昏迷的这个状态里面 那昏迷的状态里面 所以你在街上行走 你会是这样子一个状况 你说他就像马飞一样 是一个强力的镇定镜 对 你会上瘾 而且你知道他最后 最后会怎么死你知道吗 最后你可能过世的时候 是因为他吸到最后的时候 你会整个中部神经完全麻痹掉 你会自喜而往 所以你知道 你连自己呼吸都没有办法 这个对美国来说 是相当相当重要的一个毒品 而且你知道 他只要约某 你看这是一个铅笔 铅笔尖 就可以让你致命 所以他事实上现在整个美国 为什么会那么担心这件事情 你看从拜登 拜登上台上 他每一次跟这个习近平见面 他都想要提到这个问题 那布林肯也是这个样子 甚至连以前川普时代 也是这个样子 他都要跟他谈分泰理 但是中国老师就说 我们也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他搞到什么 搞到现在美国参议员就说 我们要派兵到墨西哥 跟墨西哥一起剿灭这些毒销 派兵去墨西哥 甚至墨西哥总统还说 好啦 那我写信给习近平说 那你要好好地抑制一下 这个整个芬太尼 送到美国的这个状况 那墨西哥在强调 这个生产不是墨西哥生产的 对 事实上现在整个国家 整个美国来说 真的因为整个芬太尼 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你看拜登的时候 你看他跟这个习近平见面的时候 他讲到什么 很多讲到打击毒品 那包括说像布林肯也说 你看美国正弃毒问题 积极寻求接触中国 包括说阻止芬太尼等 进入美国 虽然连墨西哥总统也讲到芬太尼 然后美国的参议员都是这样说 所以甚至拜登还说 希望建立个全球反芬太尼的联盟 所以格雷厄姆就是讲说 要授权美军 直接进到墨西哥打击 去搅滅这些人 好 那你知道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因为很简单 过去一段时间可能 大家很多美国人 其实是海洛因 但是海洛因呢 老板姐 因为它价格贵 那海洛因的这个成本来说 一公斤大概要6000美金左右 那你知道因为芬太尼 是化学合成的 在中国大量量产生下 成本很低啊 它只要200块 成本只要200块 一公斤200块 所以你知道 而且你知道 因为我们海洛因的种植来说 你要硬抒花 因为种植来说 它有产能的限制 所以你产能其实有限 但是这个是化学合成 产能无限了 所以你要多少有多少 所以为什么美国 没办法控制住 因为美国很多人可能就 吃了一次之后 它就药物上瘾 药物上瘾之后 它就无法制防 因为偏偏它成本就很低 如果你是像海洛因那种成本 那么贵的 我根本不可能买 但因为它成本很低 而且在美国大量的泛滥 你要买到太容易了 而且你知道 因为它是化学合成 你很难去追查它 所以这变成是说 美国国安上一个 非常重大的问题 就是这个分泰尼这个东西 难怪讲说 我就觉得非常好奇的是 为什么布林肯 为什么拜登 为什么美国的重要领袖 经典上都是 想要跟中国谈 要谈分泰尼问题 因为 它是它的短板 被中国打到了 当然啊 甚至你看 前一阵子这个TikTok的 周壮之不是这边访问的时候 他们说 为什么TikTok的影片上面 都是美国人这个吸食 芬太尼的这个状况 为什么你们中国没有 他们就是说中国没有 中国管制毒品 你们美国没有 所以这个议题还被 它拿出来攻击TikTok嘛 所以当美国 在国会还谈这个问题 所以当时这件事情 对美国来说 是相当相当重要 那为什么这样子 我们就讲嘛 因为美国吸食过量的人数 死亡人数是第一名嘛 就是这个 芬太尼的这个状况 43% 对 所以当时事实上 现在美国就说嘛 美国现在 你看美国2022年 查获了5060万颗 还有芬太尼的假储方 那一共查获了大概3.7亿左右的 这个致命的这个状况 我就想 只要两公克 两公克左右 两毫克左右 就可以让你真正 就致命了一个状况 所以我药物中途死亡在43% 我的车祸 21 对 车祸然后坠楼 这些其实都很低嘛 你看大部分就是因为 你吸食过量 那吸食过量 我就讲 这真的很恐怖 你看这是 这是 吸食过量之后 你就突然 我就讲 因为你吸食过量之后 无法呼吸嘛 无法呼吸 所以你就这样子 所以他们也很多人是因为 你可能就突然中止呼吸之后 然后就突然撞车 死在车上的可能非常非常多 甚至我就讲 你说我开着开着 或者我走路 对 我就无法呼吸 就过世了 就过世了 但是你看 为什么我们刚才不是讲了 街上人会停止动作的状况 就是因为 你突然毒瘾发作 然后它会干扰你的这个中枢神经之后 你会没办法动作 然后就变成是说 你看 刚刚那个就不能动了 就会停住 或是说他行动移动很缓慢的 这个状况 这个他开始这个 因为芬太尼有一个状况就是说 我吃下去 因为很多药品 然后可能要一点时间 他吃下去 马上就就可以发作 所以他十秒钟就可以发作 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你知道 因为美 所以我就说 你去美国二三线城市里面 你会看到很多街上 都是这个样子 甚至可能说 旧金山不是很棒吗 可是问题是旧金山 你现在看到满街人 很多都是有所谓芬太尼的 这个上瘾者非常非常多 甚至如果你去美国的地铁 你看美国地铁里面 有非常多的毒品的毒针 这可能是打芬太尼的 那这次公园也是这个样子 然后还有这个公园 他们还要专门设置说 你那个针头的这个收集盒 在什么地方 所以这样 事实上现在美国的芬太尼 真的是美国一个 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 而且我刚才到美国 最近有一个调查报导 调查报导 它特别提到了一个地方 叫做航停顿的这个镇 这个镇里面 它太可怕了 它想说 我今天要去公测 我根本排不对 因为里面进去一个人 就五六分钟 干嘛 在里面吸毒 这别太可怕了 对 事实上航停顿这个地方 虽然美国已经注意到 它把它称为叫做 美国毒瘾的镇样 就在这个地方 那为什么航停顿会这么多 因为它是在西维吉尼亚州 西维吉尼亚州 现在已经没落 它过去是煤矿重症 那因为这样子 所以工作不断地流失 流失之后 这些人没有工作 然后又有这个生活困苦 然后加上说 刚好有药厂 在这个地方设厂 那药厂设厂的时候 就说 你们拿这个药的话 会比较便宜 所以他们当时就开始开一些 包括说简单的药里面 就含有芬太尼的成分 就含有芬太尼的成分 因为他们越吃越多 越吃越多 大家都完全屌了 屌了之后 你就知道事实上 现在在整个这个 航停顿里面来说 这个是他们街上 街上你看 你看到很多人 你看到样子 就好像有吸食 这个芬太尼的这个样子 对 那它很恐怖的画面 这个就是航停顿 那很多人都觉得很恐怖 那你知道这个地方 他们有消防队 他们消防队配置 消防队也要做什么 不是要打火 也不知道干嘛 他就是要专门救这些 所谓你可能 吸食芬太尼的 他们这些消防队员 你只要遇到有人过世的时候 消防队员马上就出来 或是说他发作 出来 出来他携带一个叫做 NACON的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 他会让你闻 因为他可能突然昏倒 昏厥之后 他就赶快拿这个 让你闻一下 让你刺激一下 然后你就可以活过来 不然你可能就这样过世 你看他们警方就这样子 他突然昏倒之后 他们就去急救他 急救他之后 打破他的车窗 打破车把他抬出来之后 然后赶快也用这个 NACON这样给他种下去 这种状况很多 很多 他说当地911的 所有的这个救援的人 都是在做这件事情 根本没有人在打火 没有人在这个警方 警方全部都在忙这些事 你知道这真的是 非常夸张的一个局面 而且他说 这个跟美国的药物滥用 对 有很大的关系 美国人他们药物滥用 已经很有这个历史的状况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 你看 芬太尼他有一个 非常这个重要的 因为他的化学合成 他的味道非常非常刺激 我讲到嘛 一点点两毫克 你可能就会昏厥 会过世 所以你知道警方在执行 这个都很辛苦 你看这是在这个之前 这个一个执法现场 这是圣地亚哥的这个警方 他去了之后 结果没想到 他要去看这个芬太尼 就要去看芬太尼 结果你看 他就突然瞬间就倒下去了 那个警官昏倒了 昏倒 因为那个芬太尼的味道太重 他就当场就昏厥 那昏厥的话 那赶快就赶快 他本来要去查进芬太尼 就要只闻到那个味道 就昏倒了 对 你看他就拿出这个 然后看不去 把他弄起来这个状况 不然他真的就会昏倒 可能就没办法叫醒的一个状况 所以你看 有这么可怕 他们要进距离处理这个芬太尼 就这样弄一弄弄到最后的时候 他居然也倒下去了 所以你看 每一个这个警员都是这样 他几乎是没有办法 就倒了 就倒了 他刚才不是在拿那个包包 那个包装里面就是芬太尼 他就闻这样一下之后 你看 他后来就直接就倒了 你知道这个 奇怪有人讲说 你要去处理芬太尼 你要带防毒面具 对 所以你知道芬太尼 这个味道非常重 你看赤饼 你看他赶快把警方 都加在这个救护车上 对 赶快带防毒面具 他们现在就是带这个 警方都要带这个防毒面具 去处理这个芬太尼的这个状况 那甚至你就知道 接触过芬太尼 你就真的好 很有可能会上瘾 那甚至你看 过量的时候你要去急救 最后来跟你讲嘛 为什么美国非常重视这件事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你中国没有管制 那特别美国前一阵子 2021年时候 拜登还迁弃了一个 所谓的通缉令 通缉令要通缉这个人 这个人是武汉的这个商人 美国就说 你这个我们大部分的 这个芬太尼 都是从你这边卖出来 武汉的这个商人 他悬赏的奖金是500万美金 就是你只要把他抓过来的话 我们悬赏你500万美金 左右的这个数字 但是问题是到目前为止 有没有办法抓 根本没办法抓 但是你知道CNN还去调查 CNN去调查他 CNN做个调查 他调查之后 他就说来自几个地方 包括说像石家庄 还有因为石家庄 实际上是中国重要的 生物制药的这个发达地 然后城市芬太尼的主要的产地 那甚至还有 还有什么 还有武汉嘛 很多地方嘛 然后甚至 这个记者还说什么 他说 我们不是已经叫中国 去抓这个所谓芬太尼吗 他说中国从来没有抓 而且中国还甚至逆向补贴 就说你生产芬太尼 我还给你钱 他给你钱 卖到美国去 所以美国在指控说 中国用芬太尼 去攻击美国这件事 从CNN的报答 他今天潜进去 中国的报道里面 还真的有这样的状况 所以难怪拜登布林肯 他们要跳脚 就中国摆明了 就是你在补贴这些药厂 芬太尼在美国是违法 可是在中国 他说很多在美国 禁止的药物在中国 是合法的 对 但是中国是 中国可以外销到 那个地方去生产 但是中国不能够使用 所以我才说嘛 这个美国真的 这个芬太尼 问题不解决的话 假以时日搞不好 这个真的可能 美国会面临到亡国的压力 所以纽约时报也特别提到 一战式的网购 致命毒品 芬太尼是从中国流向世界 对 也就是说 因为它很难查 我刚才讲 因为化学药品很难查 其成本又低 所以美国人现在真的 完全很多人都是 对芬太尼 完全上瘾了一个局面 好 会成 刚才讲嘛 其实即使在TikTok的 听证会里面 为什么TikTok都是 美国人在吸食芬太尼 为什么中国不要 因为中国不敢吸 因为查得很凶 我们才发现 中国干嘛 中国是我生产毒品 的中心在中国 我弄到全世界 可是他抓毒品非常恐怖 第一个 我为了抓一个村子 陆海空三面包 把你的村子给抄了 第二个是 我抓到了吸毒的人 干嘛 先游街示纵 然后当众行刑 对 所以这是为什么 美国会怀疑说 这根本就是中国 对美国所发动的 一个鸦片战争 因为全世界分炭的产量里面 竟然有80% 都是由美国人吸食的 所以你美国人口 也不过占全世界人口5% 就你吸食的80%的 那个芬太宁 这就是为什么 他们合理怀疑 第二个状况 难怪他们讲说 中国对美国 发动一场鸦片战争 对 而且第二个状况 是中国自己本身 在2019年的时候 是明文规定 把这个芬太宁 变成是他们的 列管的东西 他们只能使用在手术 而且就是 那种医疗单位所使用 一般人是没有办法 直接买到的 然后他自己不能买 可是你知道吗 很多公司可以生产的 而且他们生产完之后 就刚刚施通哥讲的 它是可以外销的 所以就被人家 发现到一个状况 就是武汉的 有一个叫汉红这家公司 它竟然是在网站上 你现在看到画面是什么 就是它告诉你 我们产品很纯 对 这根本就在卖毒品 你知道吗 这就是这家公司 他跟你讲说 我们是这样子 我们可以专线生产 发往墨西哥 100%通哥 还告诉你 你只要跟我店 你从美国下单 然后我们送到墨西哥 你自己去墨西哥取货 所以他们现在 其实是把墨西哥 当成是一个中继站 从墨西哥边 弄到了美国去 这就是为什么 因为中国要到了美国去 我如果这样的话 我要到港口 我要经过很多的查核 墨西哥有这么多的管道 我随便就过去了 是 而且第二个情况 你知道美国 从1999年到2017年 光是因为芬太尼死亡了 累计加强 已经高达39.9万人 有39.9万的美国人 因为这个芬太尼而死掉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他们会认为说 这根本是中国蓄意 对美国所发掘的新时代的亚洲战争 而且是越来越多人 越来越多人 然后另外一个 我们现在讲说 它对于出口这个部分 其实是非常宽松 而且还在网站上 直接告诉你 百分之百通关 但是中国自己本身 打击芬太尼 或是打击这个毒品走私 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你现在看到一个相关的画面 海陆空 这真的是 怎么会有这么大阵仗 他们说亚洲有第一毒村 中国他们自己当时在 打这个毒品的时候 是竟然有109个抓捕小组 动用了公安边防 无情总共4000多人 就是你现在看到的画面 他们还出动了 两架紧用的直升机 数百辆车子 海陆空全面包插 干嘛呢 就是针对广东这边 有一个小村庄 他们说这个村庄 贩毒的那个 就是制造毒品 是密度很高 所以他们就整个村庄 来进行一个补货 然后他们最终查获了18个 所以你敢私自制毒 在中国是用这种武警来打压的 是武警边防 然后动用了4000多人 最后就是破获了 18个超大型的犯罪集团 然后捕获了182人 扣押了3000公顿的冰毒 300公斤的K他命 23公顿的原料 大大小小的制毒的工厂 甚至还有很多枪 就这整起案件 从2013年开始捕捉 然后到最后宣判的时候 有13个人被判死刑 而且判完死刑的 马上8个人 直接就到了刑场 直接进行枪决 还让数千人在旁边观看 好像是一个 就是说你敢那个 就是一个秀的感觉 你敢贩毒的话 你下场就是这样 所以他们用过这样子的 霹雳手段 就是这个 游街 游街 示纵 然后直接枪决 所以他用这样的告诉你说 我中国内部自己打毒 是真的是点滴不放过 但是呢 对于这种美国的 哎呀 就是我还跟你保证 100%通关 台湾的黑道要共力 我们的运输的这个管道 要被信任 缺一不可 这个东西一定要讲 关键就在于 我们在讲 双丝地球牌 这样子的一个 高程度的海洛因 我们刚才讲到说 可以供500万人吸食 错 是1500万 为什么 因为他是双丝牌地球海洛因 一般的毒品都是一比十的套卖掉 卖给下盘 问题是唯有双丝地球牌进来以后呢 可以一比三十的餐糖粉 进去卖给所有的毒贩 要程度够 所以因为他百分之九十丢点九 这个毒品的牌子是谁搞出来的吗 其实你跟我告诉你 他是中共 但是我们还讲到说 是中共干的 他是中共把他打响的一个品牌 这个故事我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其实就要讲到 美中贸易战 这就绝了 美中贸易战本来 所有的 讲到你东南亚的运毒中心 转运中心是在香港 结果没想到 这美中贸易战一打 把这个运毒中心 从香港打到台湾来了 本来有一阵子台湾 真的打毒打太严了 移到香港去 现在又被打回来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所有从香港出去 不管去日韩也好 去欧美也好 对不起 香港来的船 严查 所以查了半天以后 发觉这条路走不通了 香港被封了 对 后来想一想 我们还有一个好兄弟嘛 台湾 台湾 所以开始从 不管是空运也好 陆运也好 海运也好 想办法都把毒品 全部开始集中到台湾以后 再分散出去 因为台湾 我们刚才讲过 有好几个运输公司 运输能力很强 还有台湾以前 在打情治战的时候 要把情报员 不管是运到 滇免也好 运到大陆也好 那些管道 反向过来 就成了绝佳的 运毒管道了 以前我们那里有孤军 我们要把我们的人 送到了滇免 现在反过来 滇免回过台 就是运输管道了 对 为什么 因为太精华的地方 就在这里了 你知道运渐这个地方 太多故事了 从国民党在打仗的时候 记不记得 后来有李明的第八军 撤退到运渐以后 变成了孤军 他们走了以后 他们要靠什么东西来维生 他买毒吧 对 卖毒品 他们就自己种因素 然后提炼成海洛因以后 弄出了双丝地球牌的海洛因 开始用这些毒品 来进行贩售换军火 来继续跟中共对抗 后来因为后来老奖 实在是顾不了他们 把他们全部都撤回来了吗 这条线没有断 留给谁来接了 老购 老购 我要讲一个非常惊爆的故事 李大哥在这边 我们都听过一句话 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 很著名的一个 让口令对不对 可是我告诉你 没有卖鸦片 就没有共产党 这党史里面 自己共产党都记载 他们早期在延安被老奖围在那边 没有地方的时候 卖鸦片 然后要靠鸦片去换军火 来继续做国购内战 后来打赢以后 李明也撤出来颠免以后 谁重新回到了金三角 老购 老购把这样子的一个毒品 在进行进化以后 你知道为什么 老购最后接纳这条线 用毒品变成了像比特币一样的用处 可以去拿出去换军火回来 因为那时候整个海岸线 被老美给封锁了 结果又跟苏尔吵翻天了 那怎么办呢 我既然没有了钱 也没有了军火来源 我只好开始跟这个毒品的地方 练出来以后 一块一块打出品牌的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纯度的海洛伊 拿去换 你给我一百箱的飞火箭弹 我就给你一百块的双丝牌地球海洛伊 那后来为什么会落到台湾的黑帮手上呢 好 这个就是过的 因为其实早期早年的时候 台湾从大陆撤退来的时候呢 好多的青帮我们还要记得 青帮最主要的时候呢 都流到了台湾 好 那台湾的黑帮的辈分呢 其实是比香港高的 所以香港什么14K啊 什么什么炒起来的时候 你知道会找仲裁的 是找谁吗 台湾吗 找台湾的青帮大佬过去的 所以台湾再加上 我们刚才讲到了 你要记得 早期的时候 所有的情治人员 要到对岸 或者到东南亚去潜伏的时候呢 他们那个管道呢 其实是青帮来安排的 所以现在只要很简单 水会顺流 再把它溢流就好了 其补品瞬间 全部都可以再流回到台湾 我小时候读的历史就是 中国人承担了一个百年的血仇 似乎从鸦片战争之后 中国人就备受 列强那个欺凌 没有想到 现在川普说 现在也在打一场战争 竟然也在打一场鸦片战争 而这个鸦片战争 造成美国人的死亡 竟然比战争还要多 中美现在正在打贸易战 宝洁 下一场会是什么战争 什么战争 鸦片战争 真的鸦片战争要开打了 来看 这川普在内阁会议讲的 几乎一种形式的战争 毒品正在杀死我们的人民 有这么严重吗 什么毒品 什么毒品 分泰尼 什么是分泰尼 分泰尼是一种 类鸦片止痛剂 它有多厉害 多厉害 它注意看 是效力是海洛因的50倍 马菲的100倍 我们看到 它就跟一个药丸一样 药丸一样非常不清淺 你觉得好像只是治疗用的 可是没有想到 这个分泰尼 它是浓缩 它竟然比马菲还多100倍 小case 现在有变形的出来了 现在变形的叫卡分泰尼 卡分泰尼比分泰尼 又多多少倍 100倍 好 刚才我们已经讲了 那不就多1万倍了 比马菲 比马菲现在多1万倍 比海洛因多5000倍 好 所以川普指控 指控卡分泰尼 分泰尼 都是从中国大陆 流进美国的 中国 对 格政部员怎么会流过去 好 从中国流过去 所以川普第一次在佛罗里达 见习近平的时候 就跟他讲 怎么样 管制一下这个东西 当然中国是否认 是 这个东西是从我那边 过去的 好 可是这件事情 到底对美国造成多大的一个危害 他竟然要宣布 这是一个全国紧急事件 这是川普上任宣布第一个全国紧急事件 而且到今天为止 还是全国紧急事件 还没解除 而且是药药危机 为什么是药药危机呢 美国在2015年 是 药物泛滥死亡3.3万人 3万3千人 你知道到2016年多少人 多少 5万7千人 这一万四了 对 两万 两万一 到了去年 六万四千人 几乎 但是2015年快一倍了 你知道吗 所以成长太快了 这个是什么 美国战争 交通意外 枪急案 全部加起来死亡人数 都没有这么多 所以我们之前讲都说 在美国枪支没有管制 在美国枪支造成很多的一个死亡 没有想到 这些死亡的总人数 都没有毒品来得多 对 好 那这个药物滥用里面 最大宗的就是芬泰尼 跟卡芬泰尼 川普为什么会相信 这个是战争呢 为什么 美国特种部队作战司令部 给他一个白皮书 里面说 这已经是一场 毒品极限战 他的国防部已经认为 这是战争了 对 这战争了 这个毒品的一个极限战 好 那问你了 美国这么强 为什么不能把它禁止入口来 对不起 他有三种状态 第一种 从加拿大跟墨西哥 走私进来 是 我告诉你 有一次在加拿大海关 弄下了 浓缩精致的一公斤 就一公斤 浓缩精致一公斤 你晓得他可以做多少致剂吗 多少 五千万致剂 因为他只要一点点 一头大象用卡芬泰尼 两毫克就可以把大象撂倒了 他们现在拿这个当作大象的这种麻醉剂 他可以麻醉大象 两毫克 所以他那一公斤的浓缩精致可以做成五千万剂 好 现在边境抓这个抓得很严对不对 第二个 油垢 还可以油垢 我油垢马尼运来 好 现在油垢了 因为他们对那个白色粉末抓得很凶 油垢现在也难了 对不起 第三个 网购 而且网购还可以用比特币交换 我用比特币去网购买芬泰尼 我就抓不到来源了 你抓不到来源 而且来的都是收音机 袜子 手帕 你根本没办法抓 他进口的项目完全是这个东西 啪下进来 所以纽约时报就说了 纽约时报说现在在大陆 完全是一条边 制造 传销 经销 网购 一条边的下来 而且网购根本抓 不胜抓 所以纽约时报指控说 这个中共要负责任 可是你刚才讲到的 他从加拿大 对 这个过境过来 从墨西哥过境过来 跟中国没有关系 对 但是他们说这个货品 是从中国大陆到加拿大 到墨西哥再进来 但是当然中国的反毒品局 否认说这些东西 没有证据 是从我们这边来的 第一个 第二个 中国反毒品局说 我们现在已经限制了 23种芬太尼 在中国制造 好 美国的毒品局 做了一件事情 什么 他们在一个螺丝 这个26岁女子 他在他停车场里面 发现他的那个 汽车的贴得太黑了 就敲门 就要开门 他一开门就说 驾照看一下 驾照停用 觉得很奇怪 车贴这么黑 驾照停用 就在车上 发现了芬太尼 到他家去 他就是个经销商 居然还有经销商 在美国有经销商 然后就从经销商 打到美国社会了 对 好 从这个女的 抓到他男朋友 从他男朋友那边 从他电脑里面 趴下 查到一个武汉 武汉过来 直接寄过来 他们就申请 骇尽了这个人的邮件 是 骇尽他邮件以后 武汉的邮件吗 对 武汉的邮件 骇尽他邮件之后 就发觉 不对 怎么了 他给美国几十个城市 在寄邮件 而且此此外 他让全世界十六个国家 在寄邮件 他是一个世界级的经销商 所以你说 他原来用一个最简单的 最公开的网购 透过寄包裹 就寄到全世界 对 这个包裹里面 竟然是芬太尼 结果 这个美国的干员 就通知这十六个国家 然后我们集体下订单 他一下订单之后 我刚讲 收音机 哇 手帕 我告诉你 这一下一抓 一百多个经销商 所以他网购 他从这边 你跟我网购 我在经销商在美国本土 在你再跟我网购 我寄出去 有上下线 上下线 结果你知不知道 光武汉 这个人抓了一百多个经销商 后来第二个 他们又抓到第二个源头 现在在大陆抓了两个源头 但是没办法 在源头都在中国大陆 在中国大陆 但是你没办法 到现在人还在大陆 引渡不出来 中国人不管 引渡不出来 怎么办呢 所以现在抓到两个 所以因为抓到两个 他们才说 抓到源头 在中国大陆 可是在中国大陆 可以这样随意生产分泰尼吗 它是药商 可以取到它的原料 药商 所以川普很厉害 川普你知道 现在美国取缔药商跟制造商 一千多件诉讼 而且我告诉你 卡芬泰尼 现在已经被联合国 设为神经性毒气 化物跟化物在一样 同等级的 因为我刚刚讲了 两毫克大象就受不了 我告诉你 2002年有发生了一个 全世界最震惊的事情 什么事 车臣的39个武装分子 在大剧院劫持了850个人质 后来这个俄军冲进去的时候 死了129个人质 这是史上最可怕的事情 俄军冲进去的时候 之前先丢什么 芬泰尼不会吧 卡芬泰尼 结果俄军我告诉你 所以我们之前讲说 他丢了一个催眠剂 用一个 那个丢进去的东西 就是卡芬泰尼 就卡芬泰尼 一丢进去 所以他受到世界上 集体的谴责 你怎么可以拿卡芬泰尼 这代表说什么 我不丢催泪弹 我不丢催泪瓦斯 直接丢阵定计 我直接丢卡芬泰尼 你就知道这个多厉害 这个进去 可以麻痹 大象都昏了 可以麻痹 武装分子 所以你就知道 所以现在川普要宣布 美国要发动鸦片战争的抵抗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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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